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欠交的功課在一个救债 在合理可行的范围之内 一定要尽快完成 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 23条立法是宪制责任 但不会因为要还债而加辣 23条不是一个惩罚性的条款 是保护性的条款 国安法的四类行为 我当举一个例子 老通来说是新冠病毒 我们有新冠的疫苗 但是这个世界病犯不是新冠的 感染到流感 感染到原来感染 都会病都会死人的 现在我们讲的是 整个身体的健康 一个国家健康 有其他类型的危害国家的行为 其他风险是未顾及到的 你要去确保我们整个国家的安全 或者是导致我们人的健康 那一定是要存覆盖 他说要确保法律具有时效性 会研究纳入间谍罪 也都会清晰界定犯罪行为 母亲自记者 质源问不到 行政长官李家超 严厉谴责 提出制裁更多香港官员 和司法人员的 美国参众两院议员 批评恐吓法官 是妨碍司法公正 行政长官李家超 率团到上海出席 进驳会开幕式 是机场回应 美国参众两院议员提出的议案 严厉谴责这些政客的目的 明显是想恐吓法官 检控官和香港官员 特别是恐吓法官 尝试去影响他们 公平公正去审讯案件 尝试影响他们 作出的裁决 这个是严重妨碍司法公正 也都违反美国自称 受他们宪法保障的司法独立 当然我深信 香港的法官 检控官和官员 都会无畏无据 履行职责 一些卑鄙无耻的行为 也都反映这些政客 他们的虚偽和野蛮 其心可诛 至于一组已经被美国制裁的李家超 确定收到 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主办方 发出的邀请信 与中度美国三藩市出席会议 我强调我是收到 主办方按惯例 发给我的邀请客 也都因为日程的理由 我是委派财政司司长 是代为出席的 因为其他理由 是出席不了APEN的会议 我也是曾经出现过的 而在建议制裁名单里面的 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就强调不会任由美国政客 人员不敢接受委批动机恶毒 当地的港人港企代表见面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商经局局长邱颖华等陪同 我印象最深就是特首一来就说 在疫情之前他经常来上海的 甚至乎是早机来晚机返 他也都很挂着上海 觉得上海是充满活力的城市 我们也都跟特首反映着说 我们香港和上海 其中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我们叫户中有港港中有户 特别在金融科技教育和专业服务里面 其实我们香港人在上海是很多的空间 他又说特首介绍了施政报告里面 香港和内地融合发展的政策 并呼吁他们在12月回香港 在区议会选举中投票 李家超之后和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 以及上海市市长龚正回眠 并见证沪港签署五份合作协议 之后参观了长宁区一间港知私家医院 这里在2004年开业 有来自国际和本地的医疗团队 李家超星期日会出席进博会开幕式 他启程的时候说会到香港展区参观和支持港企 今次香港到上海一同参与进博会的港企 有超过300家 数目创历年之冠 当中也都包括很多香港的中小企 这个也都反映香港商界的反应是踊跃 大家都积极把握航大商机 去推销香港的产品和服务 也都展示香港作为联系内地和国际市场的重要桥梁作用 李家超也会在首次设立的香港专题分论坛 以及投资中国年高峰会议上支持 星期一回香港 无线电视机者陈卓康在上海报道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到访上海汽车集团 陈茂波和上海汽车集团国际业务部总经理余德握手 又创唱集团的新能源汽车看操作示范 他又了解更多有关电动哲卫网联技术的创新发展 以及集团的业务拓展计划 广东江门殷平市发生4.3级地震 中国地震台网昨晚近7点半测定 广东江门殷平市发生4.3级地震 震源深度8公里 香港天文台证测到地震在香港西面 大约200公里发生 天文台接获超过100名市民报告 说感到轻微震动维持几秒 初步分析显示 本江地震烈度是修订麦加利地震烈度表的第三度 即室内有感 类似小型货车驶过的震动 尼泊尔西部发生6.4级强烈地震 增至157人死亡 过百人受伤 在星期五晚11点多发生 镇央所在的卡纳利省贾加科地区 围处首都加德门都尔西大约500公里 拥有大约19万人口 居住的村庄散步在偏远山区地带 圣源深度10公里 当地大量建筑岛缓出现烈行 多处通讯中断 休息回来 有其他新闻 稍后见 继续新闻时间 位于洪水桥的过渡性房屋人外居举行开幕礼 项目入住率达到九成半 房屋局长何永然相信 过渡性房屋可以舒缓劏房问题 当局借收集意见 如何定义劣质劏房 由仁爱堂兴建的过渡性房屋项目人外居 以组装合成的方法建造 两座四层高的住宅用了大约一年时间起好 一共有410个一至三人单位 全部都有独立厨赤 电热水炉和冷气机等的家电齐备 住户在7月起陆续入伙 入住率大约九成半 已经轮后供了近两年的河太 一家三口就去游劏房搬过来 人外居又设有社会服务中心 会为居民提供情绪支援 又会定期举办工作坊维系伦理关系 出席项目开幕礼的房屋局局长何永延就相信 过渡性房屋可以舒缓劏房的问题 也都鼓励更多有需要的人士申请 他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说 解决劏房问题的工作组已经召开第一次会议 会先收集意见如何定义劣质劏房 也都会提供机会给业主改善 洗手间都没有一个墙 没有一个房间间外 门都没有一个马桶旁边睡觉 我都见过 这么差劣的卫生环境这么远 一定不行 如果你有一个标准 当然是有些合格 有些不合格 有些仅仅不合格 那你都给他补考 给他一些时间 修正了一些小问题 就变成为合格 他强调不希望因为取缔不合标准的劏房 而令到租客流离失所 母线电视机者姚卓同报导 本港出口年跌17个月 9月份出口货值按年跌5.3% 有学者建议本港要审视作为超级联系人角色 为转口贸易增值 贸法局早前举办了一个中标展 吸引世界各地买家入场参观 有本地参展商说 客源和以前有很大分别 有大概七成 亲来我们的客户的客人来说 都是来自中东的 一带一路 传统的欧美市场 美国 欧洲 德国 今年很明显是比下去了 他说欧美多过经济不好 今年订单明显减少 贸易情况也较疫情的时候更差 在中标业界也好 在其他行业来说 在电子业来说 在房子业界也好 跌30 跌一半 其实都很正常的 很普通的一个跌幅可以说 贸易及物流业是本港四大经济支柱之首 占本地生产总值近两成 但本港出口已经连跌17个月 贸法国在9月都调低 今年出口经济增长 有学者认为要审视本港作为超级联系人角色 中国现在就做了很多年的数字经济 特别是在平台经济方面做得很出色 令到很多可有的买家可以直接在中国入口 我们作为数字经济的中心可以扮演什么角色 其实是值得我们去探讨的 他预计等中美两国经济复苏 本港贸易情况 明年下半年或者会有改善 无线电视机枣一栋笑风报导 中国对美国欣恿南海当事国挑衅 深表关切 敦促美方停止介入地区海上争议 政府却批评加拿大军机在南海挑衅 南海局势紧张之制 解放军一支素雷舰队 近日在南海进行实战化训练 除了素雷也都无意对付空中目标 训练指在提升部队协同配合 和应急作战能力 中美在北京举行首轮海洋事务挫伤 中方对美国加大地区军事部署 针对中方频繁开展抵近侦察 怂恿支持南海当事国侵权挑衅等 表达严重关切 敦促美方切实尊重中国领土主权 和海洋权益 停止介入地区国家海上争议 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 双方就海上安全等深入交换意见 强调要加强沟通 避免误解误判 探讨互利合作 菲律宾最近和中国围绕南海主权的争议加剧 分析指 飞方有意加强防备来自空中的威胁 包括飞机和导弹等 到防菲律宾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星期六在菲律宾国会发表演说 由参观菲律宾海岸防卫队的船 他说日本正和菲律宾美国合作 保护南海的自由 又说日方将向菲律宾提供海岸防卫雷达 并且继续协助飞方加强安全能力 中方过往都表明 美国和日本都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国 对于加拿大国防部指 加坊军用直升机 近日在南海被解放军战机 非常不安全地拦截 在北京 国防部回应说 中方有关处置行动专业批范 指加坊会为舰的直升机 两次不明意图逼近中国西沙领空 期间解放军依发识别查证 并且多次警告 但直升机不但拒绝回应 还采取超低空飞行等挑衅动作 事后通过媒体大肆算验炒作 敦促加坊严格约束一线兵力的行动 防止意外发生 无线电视记者张伟聪报道 中国第一手国产大型邮轮 爱达摩都号交付 为元旦首学 爱达摩都号的交付仪式 在上海外高桥造船厂举行 并举行新船下水前的扎平礼 一手经过五年建设的国产大型邮轮 全长323.6米 吨位13万5000吨 一共有20层的甲板 超过2100间房 可以搭载5200多名的乘客 设有剧院 餐厅 旧密广场和水上乐园等的设施 邮轮交付 意味中国成为可以同时建造航空母舵 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 和大型邮轮的国家 造船工业历史上的大型邮轮 从零到一的突破 是国家工业技术能力 以及这个系统集成能力的一个体现 整个邮轮工程的物量相当庞大 系统复杂 中国手持船 我们实现了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和掌握 中央电视台报道 船身中部安装了一对预期 当邮轮遇上风浪 可以减少近九成的遥防 令到乘客没有那么容易运船浪 邮轮将会在元旦在上海啟航 首航的船飞在九月中已经开售 无线电视记者曹家永报道 澳洲总理亚尔班内塞展开访卖行程 他说期待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 会提及被指间谍罪 这北京服认澳洲公民杨恒军的问题 中方说愿意和澳方共同推动两国关系 持续改善发展 澳洲总理亚尔班内塞星期六开始一连四日访华 是七年来再由澳洲总理到访中国 将会访问北京和上海 并应邀出席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纜会 他启程前说期待此行同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强会面 又说和中国维持稳定关系符合国家利益 他又说将会在会面中提及被指间谍罪 正在北京服认的澳洲公民杨恒军的问题 认为事件必须解决 在北京外交部说中方愿意和澳方一起 以此访问为契机 推动两国关系持续改善发展 中澳是全面战略伙伴 共同利益广泛 合作前景广阔 一个健康稳定的中澳关系 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也有利于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这次是阿尔班内塞首次访华 也都适逢前总理维特拉姆访华50周年 中方形容具有城前啟后 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 阿尔班内塞上个月底 先刚刚完成对美国国事访问 提到澳中关系 指澳中两国在区内有战略竞争 澳方必须面对现实 在可合作的地方尽量和中方合作 中澳关系一度陷入低谷 直至工党的阿尔班内塞上台 两国关系开始回暖 中方由8月开始取消对澳洲大默 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 母线议事记者风月明报道 西非国家基内亚有枪手劫狱 放走被指独裁统治的 前总统卡马拉等人 其中一人被捕 全副武装的军警 当地星期六 在首都科纳克里的街头把守 检查来往的车 追捕逃狱的卡马拉 一批武装分子星期六清晨 闯入科纳克里的监狱 带走卡马拉和另外三个人 有市民说 武装分子和保安部队在室内枪战 基内亚封锁和轮廓的边境 卡马拉在2008年发动政变上台 一度流亡海外 它被指和2009年镇压反对派集会 造成150多人死亡有关 审讯去年展开 大家好,我是陈雨桥 旅月伊美萧芝针案 警方再拉多两个女人 累计四个人被捕 多一个女人接受萧芝注射之后 怀疑感染龙肿分支赶菌 群组增加至到16人 消息说 最少有百多人曾经接受相关疗情 警方深水保区重案组 继续调查 旅月伊美萧芝针案 星期五一场沙环 拘捕一个27岁性男女人 涉嫌无牌行医 据了解 是旅月伊美美容中心主任 有事主认出他曾经替他们打针 但他并不是注册医生 警方又在中区 拘捕一个26岁性欧女人 涉嫌协助无牌行医 消息说他是美容师 负责转介部分事主 到美容中心接受注射 警方早前已经拘捕两个女人 涉嫌非法管有未有注册药物 及第一步毒药 不排除有更加多人被捕 至于旅月伊美群组 再增1人到16人 全部都在旅月伊美 荔枝各分店接受消脂注射后 怀疑感染龙肿分支赶菌 消息说最少有百多人 曾经接受相关疗情 卫生防护中心呼吁 任何曾经在旅月伊美 接受消脂注射的人士 如果出现相关疲诊 硬快和龙肿等病征 应该立即求医或致电热线 2125 2372 热线至今接获9宗查询 4个年龄介乎25岁到32岁的女人 表示曾经接受相关注射后出现病征 无线电视记者南豪杰报导 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周守仁李任书记 昨天下午举行求恩微杀 微杀在半山姓母无原罪主教座堂进行 有几百个信徒出席 包括前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周守仁曾经在今年的4月访经 他在微杀之后说 北京教区主教李山将会在14号回访香港 回到访教区中心和修院等 他又说自己的工作是加强中凡交流沟通 相风并没有敌意 一连八日的同乐运动会昨天开幕 民建联主席陈克勤说 尊重参与活动的人 但是不赞成同性婚姻合法化 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周守仁李任书记 说香港是多元社会 要包容不同的声音 首次在亚洲举办的同乐运动会 在湾仔伊利沙白体育馆举行开幕礼 体育馆外和附近一带不时有警员巡邻和戒避 也都停泊了多辆警车 有团体在体育馆外反对运动会在香港举行 批评主办单位想推动同性婚姻 破坏传统家庭价值 开幕礼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出席 行会召集人叶刘淑淑宜为活动主礼 说活动在香港举行 显示香港多元、包容、团结 民建联主席陈克勤说 不赞成同性婚姻合法化 但是尊重参与活动的人和立法会议员 民建联一直的立场都是很清晰的 我们是不赞成同性婚姻合法化 因为这个是会对我们社会的制度 是有一个很大的冲击 每个议员或者每个社会上的人士 他对不同的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 所以我们都是尊重他的看法 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周首人书记 说要尊重多元 四年一度的同乐运动会 原定去年在本港举行 因为疫情信言 举办球类、跑步、麻雀等多项赛事 一共有2,000多个参赛者 活动获评机会、投资推广处 和旅客局等支持 无线电视记者何曼君报道 第一期共创明天计划 一共2,800个学员毕业 有学员说 这一年提升了自信 亦都有人用获资助的一万元进修 为理想的职业做准备 共创明天计划 辅助来自弱势社群家庭 特别是住在劏房的中学生 第一期学员在会展举行毕业典礼 计划由去年10月开始到今年9月 为每名学员配对一名义务游师 每名学员有5000元启动资金 在有诗指导下使用 完成计划之后 再有5000元奖学金 自行决定用途 有学员用来追求梦想 我对于心理学、社会学这方面 有很大的兴趣 我用过5000元的启动基金 都有去买一些相关的书 我可能都想带领一下 下一届我们这个计划的一些同学 都可以希望令他们找到他们的兴趣 见到学员学有所成 统筹计划的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心情激动 我感觉和我的女儿毕业的时候比较 我今天好像比较激动一点 因为我有2800个子女 今天毕业 施政报告也都提出计划第二期学员名额 由2800名增加到4000名 对象有初中扩展至包括中四学生 并会增加团体活动种类 例如举办更多的内地学习交流团等等 并引入有私配对组群安排 第二期共创明天计划上个月27号开始接受报名 中一至中四的学生可以向学校或者协助社福机构查详和报名 截止日期是今个月16号 无线电视记者黄芷如报道 承教署举办卖物会 售卖在囚人士制作的物品 款项会捐给多家自缘机构 迷你的路牌 交通标志的锁匙扣 各式各样的手工艺品 都是出自各程教院所在囚人士之手 这一批腾制的家司 是由小满程教所在囚人士亲手制成 市民可以在程教署秋季卖物会购买 在囚人士都可以透过活动回馈社会 我们就会给这个藤器偏职的治疗 培养我们工作的习惯 例如跟我们的职员的相处 一手一脚教他 由削藤、开藤、甚至偏藤 这些这么复杂的程序 一手一脚教他 而师傅就有个格言 能力低的就慢慢教 能力高的就教多些 让我们可以好好地含接外面的社会 这个疫情之后首次复办的卖物会 在赤柱监狱旁边的足球场举行 以弘扬中华文化为主题 市民入场亦可以看表演 跳上条条 穿过库拉圈 然后就到中间了 又可以与警卫犬互动 哇 开红身手依然很敏捷 在警卫犬的防守下 小朋友想要入球 似乎也有点难度 回场亦设有滩味游戏 这个区都是很多中国的文化 节日的东西 四大发明那些东西 特别多適合小孩玩的东西 除了玩之外 又可以学到东西 我觉得挺好的 程教处说 今次秋季卖物会 所筹得的所有款项 会在扣除支出之后 捐助给不同的志愿机构 和受惠团体 无线电视记者陈思玲不得 袈裟局势持续恶化 袈裟卫生部门说 有接近9500人死亡 包括3900个儿童 有用作被难所的学校遇集 至今也有多个记者丧生 有记者做直播的时候哭诉 生命得不到保障 以军星期六发放片段 显示以军部署的坦克 在胶沙开火 攻击中多处建筑 以军声称连串的攻击 击毙了几十名恐怖分子 并摧毁巴勒斯坦武装组织 哈马斯的基础设施 又宣布将在当地时间 星期六下午1点到4点 开放一条主要道路 被巴勒斯坦人向南部撤离 远离以军和哈马斯的主要交战地区 由美国官员分析说 以军将缩小队加沙的空袭规模 转移加强地面攻势 显示以巴冲突将在未来几日 进入新阶段 南部城市汉尤尼斯 也都有民居遇集 民众在雅力中搜寻遇难者 连日激烈的冲突下 又在做直播的记者 知道有同事和他们多名家人被杀之后 都忍不住在镜头前控诉 自己随时生命不保 لا تحميل هذه الدروع ولا تحميل هذه القبعات إنها مجرد شعرات نرتديها فقط هي لا تحمي أي صحفي على الإطلاق على الإطلاق لا تحميل هذه الدروع ولا هذه نحن هنا ضحايا ضحايا على الهواء مباشرة نفقد الأرواح واحدا تلو الآخر بلا أي ثمن نمضي شهداء فقط مع فرق التوقيت نحن ننتظر الدور واحدا 结束以色列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星期六在若旦首都安曼出席若旦外长沙发迪召开的会议 讨论尔巴局势 与会包括亚联邮、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埃及的外长 以及巴勒斯坦方面的代表 布林肯强调确保尔巴冲突不向外扩散的重要性 说以色列必须采取措施 尽一切可能避免平民伤亡 并且说自己非常关注若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 遭受的极端暴力情况 沙发迪说以色列犯下战争罪行 卡塔尔外长阿博杜拉·克曼就说 加沙地带持续受集 导致航船哈马斯释放人质变得困难 无线电视机就一层为三博道